在刚刚举办过的优酷盛典后台 郭麒麟、张艺山还跟三位演员罕见童话 这三位风格各异的演员 分别扮演过改编自冯唐北京三部曲《三个时期的秋水》 这样的童话对观众来说 根本就是来自三个平行宇宙的秋水打破了次元壁 不,打破了宇宙壁啊 也有网友表示 这一次,我是真的忘穿秋水了 也不乏有人质疑 最左边那个人是谁 童话跟主演的电影《万物生长》 张艺山主演的电视剧《春风十里》 不如你之后 新生代演员郭麒麟主演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也即将开播 而这一次饰演少年秋水的郭麒麟 既不是男神也不是小鲜肉 他就像18岁时的秋水一样 是一个有点文艺 又充满幻想的普通青年 在大部分观众心目中 96年出生的郭麒麟 应该是一个有点搞笑 甚至还有点嘴平的新二代 但他骨子里却十分文艺 个性也很 甚至朴 家子这种东西 不存在到 细细意了解 让他饰演秋水这个角色 似乎再适合不过了 我听林打小就对曲艺感兴趣 小时候没事 就在家里听广播和词弹 或者翻看父亲郭德刚编写的文本 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老人家的悉心呵护 倒也没有激发出 郭麒麟所谓的少年叛逆 反而让他变得比同龄人都更加乖巧 在另一方面 这样的经历 让郭麒麟比一般的同龄人更加早熟 作为一个酒母后 他已沉迷过网游 但是现在沉迷的却是琴棋书画 你要是问他希望拥有什么才华 他会告诉你 他希望自己能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有时候还会苦恼 没有时间练习自己喜爱的书法 就连本丝都忍不住叫他一声小郭老师 带着这样的早熟和文青棋 至扮演秋水 郭麒麟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了 也难怪他自己都说秋水和他本人非常相似 郭麒麟出道至今已经登台表演 向上数十场 也主持过综艺节目 后来还录制了不少综艺 近几年还出演了几部网剧 没电影配音等等 演艺经验在同龄人中相当丰富 他虽然年纪不大 内心却诚如明镜 有时候也会说出自己明白 自己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这样成熟的话 这一点也和秋水这个角色契合度相当之高 也有人对郭麒麟演戏表达过质疑 但是通透如秋水的他也毫不怯场 小生的每一个段子 我记得传统段子 都有他固定的人物形象 是要表演的 这就是为什么叫相声演员 对于演员二字 郭麒麟的理解十分深刻 表演在精髓上大体相通 只是呈现形式会有所区别 让这样愿意为演员二字下功夫的郭麒麟来演戏 实在是无从据疑 这样一个谦选 朴素的郭麒麟 他不必让大家叫自己男神 小鲜肉 他的经历不普通 他的想法不普通 但他又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青年 其实这样的年轻人 才是大家真正在寻找的年轻模样 只要你脚踏实地的思考自己的人生 并维持付出努力 保持谦逊 一直学习 你也能成为像郭麒麟 秋水一样 看似普通却又讨人喜欢的普通青年 郭麒麟还有一点和秋水这个角色的巧合之处 就是他曾说过王妃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这一点不免让人联想到春风十里 不如你中那个喜欢王妃的小红 这似乎也是冥冥中有一双手 在拨拢着这些微小的联系与缘分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十八岁给我一个秋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